澎湖马公市三都路上这处民宅 围起封锁线 穿着白色Polo衫的屋主 陈兴男子摊坐在地 望着房里楼梯间 难过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晚间八点多下班回家 亲眼目睹家中五个人躺卧民宅内 消防队启动大量伤患 当时三名女子倒卧在楼梯间 被发现时旁边还有碳炉痕迹 还有两个人倒卧在二楼房间 五个人全都一氧化碳中毒 屋主老婆以及女儿 还有她的王姓大嫂和两名外甥女 都被紧急送医 遗憾的是其中18岁外甥女 送医急救后仍回天乏术 其他四个人暂时恢复生命迹象 12月28日起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